各位网友,今天是11月12日 星期四早上,我现在录音时是11点15分 本来以为今天要转阵地,因为后面有一个很小型的工程 不是我旁边的屋,而是我旁边的停车场 谁知道,他刚刚做到11点就完了,连那辆转土车都走了 所以又可以继续再做,有时世事如期 今天会跟大家,第一个就跟大家打算 其实有读者都差不多,我想都接近整个月了 但我有多低,大家放心 我是一些古老派人,我会用筆,用章纸射低 就想我讨论这个NIO 蔚来电动车,它是在美国上市的,但其实是一个上海的品牌 大家也会讨论,可能你可以说是 我中了一副,买了阿里巴巴,但其实中伏的不止我一个 中伏的有,我想有几十万人 但是,我买关于国内的股票的时候,我是有考虑到政策风险的 我是有考虑到的 所以,我也不觉得 可能会有一些,我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节目 或者有一些新的改变出来 后一点,在节目里才要讲,都是在构思着 因为,大家看看日历,现在已经是11月中了 很快就去到明年的2021年了 其实2021年,我自己觉得香港是会比今年更加难 还会比今年更加艰难 其实经济状况,中国和香港是会比较差的 因为你看到,现在美国大选的变数很大 如果特朗普能够上任的话 就认识了我之前设计了 中国会比较差 这些我们在时事评论里面再说 但是,相当之肯定在明年,香港和中国的经济 最少在明年的上半年 一直都会在低潮 而在香港,仍然会更差 当你发现没有了疫情 而经济都更差的时候 你就真的会害怕 现在好像有些东西盖住,你不太看得清楚 其实现在很多 很多人都是,有疫情就是这样 看不清楚 其实当你拿走这个因素的时候 你慢慢就会看得清楚 经济真的差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 不断有 中学生退学 疫情不会退学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在地产小专家里面也会说 刚刚撤销了双普辣椒 市是完全没有反应的 以往如果换着在沙士的时候 就会有很大的反应 你看到现在完全没有反应 继续有急铺 继续有人卖楼 我刚刚有朋友 都卖了去 二十几年的房子 那 他的 就是 他的 概念就是 有什么走都可以快点走 你看到很多人都对于香港 对香港失去信心 其实香港人对香港失去信心 不是影响经济的最大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外资 你如果靠一个 就是靠中国 靠一个经济走下坡的国家 去救的地方去救你的话 我想你的 你的逻辑有点问题 你的逻辑有点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说 关于 反垄断这个问题 令到ATMX 包括小米也跌 究竟 后面是什么原因 这样 一会我们也会说 以及会介绍 这个 违来电动车 好 今天我们的 鑽石狗 就去到 166% 你看到 我们的 策略是正确的 市场大跌也好 其实你看到鑽石狗 也不是跌得多 我看回 我自己的 组合 我自己的组合 有个名字 叫彩虹组合 其实 我自己给 我自己给 但那个组合 是不让你看的 我一见到那个组合 我就知道 传统股 大家见到 领战 大家见到 越海投资 见到煤气 都醒了 其实 但是仍然有不明朗因素 我不知道今天 那个新增 肺炎的个案有多少 亦爆了 很多学校有 很多学生有上呼吸道感染的问题 就想着有可能大规模情况 我想这个上呼吸道感染问题 对于香港人来说的影响不是太大 最主要就是 肺炎的案件 就 挥之不去 也有 验出了 有一些 尼泊尔的病毒基因 就是说 转机的时候 滲进来 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如果你经常有输入个案的话 那是不行的 不行的 那我们的美银组合 就去 今年 四十 七个月 七个月 未到八个月 去回 不是的 应该 我们是 一月尾成立的 十个月 sorry 我应该要改 美银组合是十个月 去回44%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好 我昨晚已经放了 投资日子的收费版 可以进去网址 大家可以进去看 如果大家想订阅我们的投资日子 或者YouTube投资筆记 大家也可以付费 11月 有任何问题 大家看看片尾 如果要问我 怕有些东西付错 电邮给我 HKFINANCIAL GMAIL.COM 这一架是 真车 不是楼 EC 是Electric Car Model No.6 这一架 是一架 GIN的车 这一架不是楼 不过我看到它很漂亮 就夹了 做封面 这一架是可以坐的 今早的恒指 没有什么方向 看到跌20点 由这个图 你可以很清楚 这是五年图 你看到五年之前 恒指大约是22,000多 现在已经斩眼过了五年 你看到现在是26,000多 即是升了4,000点 五年的时间 连两成都涨不了 即是涨了 16 17% 你可以看到 那个 经济主政 是 做得非常之差 你稍后看回 五年 在美国 那个 Dial Jones 或者Nasdeb 你就会知道 一给你就知道 你现在记住 五年 五年时间 恒指只涨了大约是16-17% 由22,000多升到26,200 好 那我们就 讲一讲 我在想些什么 有什么新的动向 我们再讲这个 其实有 其实主要有 只有一件事是我想的 其实 大家知道我一直都有留意 美股 或者看 CNBC CNBC 就是 关于股市 财经 CNN 就是 时时评论 有很多时候 譬如说我做这个节目 也好 这个节目我们也做了 我是由2018年开始做的 这个节目 2017年底开始做的 2018 2019 2023年 这个节目也是 完全免费的 这个节目也是完全免费的 我做这个节目的原因 就不是说 主要想宣传 收费项目 因为收费项目 其实是 支持整个频道 主要就是 有些东西我是看不过眼 就是 你如果看外面的评论 我想你都 再过了20年 你都赚不了钱 因为我过了20多年 我也是赚不了钱 对不对 就是我也是 改了自己的方法 才说有点进状 才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是希望做一个 在英文的节目 就是全英文的节目 因为全英文的节目 在美国可以看到 一个星期做一次 就评论美股 当然我 我当然会说英文 但是 当然没有外国人那么好 但是 有时我自己觉得 有些东西是否应该要说呢 是不是 有些东西应该要说的 你看到那些CNBC 整个东西 都是跟香港的评论差不多 哪个声就说声 哪个跌就说跌 很少 在节目里面的评论 是讲过业绩 或者是很坚实地 去跟进业绩 这是我想做的事 就是一个星期做了一集 不过那个就是英文节目 全英文节目 英文节目我们不会讲时事评论 英文节目我们不会讲时事评论 只会讲 关于财经 另外一个就是 有很多读者 其实不断都有问 就是说 可不可以做一个 Patreon的财经频道呢 因为他说每一个星期 都有很多大事发生 譬如就是刚刚这件事 那么 他发电邮又问得你来 其实已经过了三天 我在想的就是 时间问题 反而不是说 收费收多少问题 因为 收费在财经来说 香港人是有一个概念的 就是如果关于财经的东西 他是舍得付钱的 我见过 我自己参加过一个课程 是几千元一堂的 是坐满的 坐满的 如果大家有去 参加过 在那里 ET Business College 我也参加过 他一个课程是满了的 那时候 我也有参加过 这个 简志健是OK的 其实我觉得他 但是 很满 他是OK的 他说了话 我全部都买 其实 但是很满 他根本跟那份课程 我记得差不多睡觉了 但是那个车是坐满的 是坐满的 你想想那个车 可能有三百人 二百多人 应该有 我不知道是百五还是二百人 就是我没有数据 你一个人 如果是四百多元 你想想那里有多少钱 但是 我参加过 他说的东西是很有用的 其实我觉得他的成绩是做得好的 红后是 但是一样东西是说 你是不是能跟得到呢 所以我看到 我很多时候都劝大家 不用浪费这些钱 我也不想举办这些课程 因为我不想你浪费钱 很多读者就说 没什么所谓 如果你肯搞的话 很多财经的读者会加入 但是问题就是时间问题 时间问题 因为我真的要看很多文章 现在我都看少了文章 我看的文章 通常都因为我要做节目 譬如我昨晚就看了你来的报告 那我也都看了 Tradex 昨晚 也都 看了一下睡了 那我其实是 看 这个 Home Deport 或者 Lois 或者 Slovic 这一类 或者最新的 譬如说 一些医疗系统 那些 但是看了一下 真的睡了 因为太多 就是 每一篇文章 你一看 可能看15分钟 有些甚至是英文 所以我不知道 我自己有没有能力 去做这个节目 所以 我是在考虑着 其实现在我们 做节目的 宽度 宽度 真的开一间公司 都可以了 其实开一间公司 请回一个伙计 都可以了 但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 我做的事 很过人 很过人 不是很过人 是很过人 就是说 譬如说我看 在Home Depot 或者是 Home Depot 或者是 Lois 或者Slovic 我是想买入 我自己买入 跟着同一时间 帮我组合买入 那你会不会 相信 另一个人的分析 你不会相信 没得争论 分析是没得争论 我记得最早期 巴菲特 N年之前 在美国 他自己 组成一个 亲戚朋友 他也有一条 规则的 就是说 不要挑战我选 什么股票 你可以挑战 拿回钱 或者是退出 但是你不要挑战我 选什么股票 因为 咬到天亮 都咬不完 当然 现在没有人挑战 巴菲特 我说的可能是六十年前 即是六七十年前 所以这个是很 很个人化的 还有 你做一些财经节目 或者你做一些 时事评论 其实是很个人化的 你找别人做 可能没人看 他只是看你 对不对 他只是看你而已 或者譬如说 有些人去投资 英sir的 他就是相信他 对不对 你找了 不是 其实 如果英sir出来 其实不是我的 我的团队分析 那这些人都离开了 对不对 问题是在这里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这里 所以 也是在我的思考之中 说了 我在想的路向 我会再想清楚一点 才跟大家讲 告诉大家 我现在在想什么 我同一时间也希望 听我的频道的读者 有一些新的思维 你做事 有一些新的思维 我在Patreon 里面 说过 我说 香港人的思维 就是打工 不要再有这些思维 不要再有这些思维 很多在外国的 已经是 即是那些投资者 投资到出神日化 他投资到一件事 就是说 投资者投资到 他是一个人做六七份工都可以 在美国 在英国 很多人都是这样 他不是一份固定的工作 但是那些工作他喜欢 他喜欢 这个反垄断的笼字 写错了 所以问题是在这里 香港人不要再有这些固定的思维 我一定要站定 打一份工 现在是不成功的 你现在想打一份工 没得打的 我有朋友 失业了 我们也叫做失业 对不对 失业了 他说完全找不到工作 没有人请 散工也没有 除非你是做一些很特殊的 所谓厌护性的工作 比如说 老人院 老人院请很多人 不过是抹屎抹鸟 真的不是留的 真的抹屎抹鸟 你有牌就一定请你了 或者你现在医院 那些阿沈 一定请 现在是一定请 太多了 医院阿沈 抹屎抹鸟 或者是 那些地盘工人 地盘工人的武功 现在阴工 现在你做 大家乐大法活都不够 不够工 最惨是 你现在只能够做一些 disguising的工作 那我们这些叫做 失业 我们叫做 如果KC博士都说失业 那我们也是失业 人士 都一直想一些突破的事情 就是说 要带给观众一些新的事情 或者 一些更加适合观众想要的事情 不是说观众想要的什么 不是说我想要的什么 而是观众想要的什么 不是说我想要的什么 就是我们有做了这么多年销售 我们知道你要先满足了别人 你才可以满足到自己 你第一件事先想到自己 那就不会有事发生 好 就说了一些 我想着未来一年的动向 就跟大家讲一下 这几天 内地平台经济反垄断这个问题 我完全是对于这件事不关心的 因为大家要明白 亚里 ATMX 亚里 美团 腾讯 或者是这个 小米 其实它背后 都是国家的 它背后都是国家的 如果大家有看最新一期的投资日子 大家都知道 最新Q3 亚里巴巴的收入是1550亿人民币 一年大约是7000亿人民币 你想想一件事 国家或者党 怎会给一个私人 每一年 赚7000多亿人民币 这几家公司 如果过多五、六年 你就有钱那个国家 那你就组织军队也可以 是不是 不可能的事 其实每一个 这些大国家后面 在中国 都是个党 既然都是个党 为什么搞这些东西出来 搞这些东西出来的原因 就是说 其实反垄断法 向来都有 向来都有 我跟大家说过 我是什么时候 开始知道 有阿里巴巴这间公司 是2020年头 年中左右 我上到港家会 第一次见到一间公司 叫做阿里巴巴黄色 当时是什么都没做 只是一个网上平台 发展到今天已经走光了 其实他在网上卖东西 他当时打出来的招牌 是做商贸的 当时没有美团 没有美团 有腾讯的 当时叫做QQ 当时叫做QQ 没有腾讯的名字 叫做QQ 当时有没有小米 好像没有小米 2002年好像没有小米 接着 我一个公司才爆 这个沙士 大家想想一件事 为什么突然间 现在会说反垄断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他想吸引外资 他搞了很多事都没有外资 他认为外资觉得 因为我进不了你的体系 所以他就告诉我 我要将这些企业 全部整顿 让他们不能垄断 但是问题就是 就是自己打自己 你如果引入一个eBay 譬如说阿里巴巴的 如果你引入一个eBay 你引入美团的 你引入一个Uber 你腾讯 你引入一个Facebook 或者WhatsApp 你小米的 你小米就引入其他 可以在中国做手机的公司 你即时收皮 因为你现在霸了 他现在不是在10年前引入的 是现在引入的 大家明白吗 10年前引入没问题 因为大家都起步 但是现在阿里 腾讯 美团 拼多多的 已经分了中国 如果你引入的时候 他的饼子只会被人分薄 你的党只能够收税 那你想一下 收益会损失了多少 没可能的事 只不过是做个样子 没有可能的事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说要反垄断 一样东西就够了 开放互联网 你开放到互联网 比你做反垄断好 他会不会 不会 所以其实他只是做个样子 在我来说 所有党内 的元老是一定反对的 我已经 成熟了 我每一天 在赚那么多钱 我怎会再给公司 分我的饼子 这是不可能的事 而你也看到外资是没有反应的 你有没有看到外资有反应的 外资是没有反应的 这个问题是 最主要不是 你有没有垄断的问题 譬如说在美国 你可以随时做一间 这些所谓媒体的公司 或者做一个 我们叫什么 Data Center 做不做得起是你的事 你可以随时开一间公司 你可以随时做宣传 在国内行不行 不可以 没可能 没可能的 不是钱问题 是没可能的 因为你是跟党 对着干 有什么可能 给你做呢 对不对 美团 你想想 他怎么会给你 做一个微信呢 是吧 没可能的 对不对 他怎么会给你做一个微信 对不对 那你就说什么都行 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 做一样 但是问题是 我们买入 也是一个合理的 增长水平 大家看到 双十一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双十一是很厉害的 大家如果要看我怎样分析 你的话 你就看回 投资日志 刚刚过了那期 但是问题就是 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都是买入一些 抵买的股票 合理的股票 太不合理的 有时可能都会买入 第一件事 注意注码 注意注码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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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了 今早三个 大家看到 其实这个图 在右手边 的端也是一样的 都是 刚刚这几天 下跌 大家看到 今天好一点 你看到 左上角 这个 美团 在这三个 我买了美团 但是我最不喜欢美团 为什么呢 美团 根本上 估值是完全离奇的 它是四百多倍 四百多倍 大家知道 我们已经 收了丑 已经回本了 其实现在 一毫子成本都没有 大家看到 估值最合理的 就是阿里巴巴 即使之前 他37倍 PE 其实他都合理的 因为他今年的增长是四成多 即使没有了蚂蚁 对他影响也不大 腾讯就贵少少 他做游戏 这样就 46倍的PE 腾讯我也觉得是贵的 如果你说 趁这个时候 你想入少少阿里巴巴 或者腾讯 我不阻止你 其实是OK的 美团最好不好 美团 实在太贵了 美团不是科技股 肯定是吧 美团 他送饭而已 送饭也是科技股 大哥不要玩我 是吧 好 接着我们会 讲一讲 这个 蔚来 电动车 你看到 盈光幕这个 很酷 这个不是跑车 是电动车 电动跑车 大家记住 在 这个世界上 很奇怪 当你做一件事 而外面很少做的时候 你可以拿到一个 很奇怪的估值 例如说当年的Uber WeWork 都不是一些新鲜事 例如说 比亚迪 或者你见到Tesla 当这个世界 还未普及的时候 你做一件事 可以拿到一个很利奇的估值 不只是发生在美国 在香港 在中国也是 香港就没有这件事 香港没有一些很利奇的东西 香港没有科创 所以变成 你看到有一些东西的估值 是很高 但是它可以坚持到很厚 因为 未有这件事 或者这件事 是未普及 很多人来说 是很新的 电动车 我相信 未来是一个 潮流之中 你说很潮流 不是 但是 在移动交通工具来说 电动车 或者是一些用电动的东西 慢慢地 必定占一席位 必定占一席位 因为环保 慢慢地 就是全世界的大趋势 现在的电动车品牌 当然以Tesla为首 然后就是当年 股神巴菲特买入的比亚迪 另外一间就是 惠来 当然还有很多小的电动车公司 我不说没有 还有很多 但是我觉得 现在GE都有 其实它也有电动车 不过 它是未 让它自己原先的 公司盖了那件事 GE都有 现在大家知道 NEO 即是这个蔚来 它的市值 其实已经大 大于G 大于通用汽车 不厉害 大于通用汽车 不是通用电器 而通用汽车 所以现在全球 三大品牌 电动车 最大的 还有很多小的 Tesla 比亚迪 和 蔚来 三个 有两个品牌 就是中国的 另外一个 Tesla 大家知道了 Elon Musk Tesla已经在上海生产 已经在上海生产 我们看看Tesla Tesla是一个很离奇的故事 它差不多在2000年才升 升到 差不多10倍 9倍多 它短短一年内 在这边升了9倍多 其实是 不要看PE 拆完之后 都是800多倍的PE 不用看 另外一个 就是比亚迪 比亚迪 也是在2000年之后 才上升 其实比亚迪 你看到比亚迪 其实也OK 比亚迪 也OK 它是升了两倍 即100元 但是问题 就是要捱很久 你捱很久 捱了 我想也有 六七年时间 因为那时候 1314年 巴菲特入股 我不记得了 十年都有 但你看到PE就很高 200多倍 那么高 我们看回 我们要介绍的 就是蔚来公司 它是一间 上海公司 蔚来电动车 是在2014年成立的 6年 6年货仔 大家看到 它暂时未有PE 因为它未有盈利 但是你看到 它在2019年 大约是10鸡 10鸡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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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差不多升了20倍 我们看看它的数据是什么 很多时候在中国或者甚至美国 它坑的节能车也是用过出货量 当然我们假设出货量有人买 没人买就不用再说 在2019年第二季的出货量是5400架 在今年一年后是10300架 升了一倍 估计它将来这季 计算完之后有11000至15000架 即是货量增速差不多50% 当然我们没有去计算 我不知道它的补贴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它应该不会做出车 没有人买 这些就是在网上我找到的财报 稍后我再看我自己分析的 在一般会计准则的情况下 它在今年第二季 即是4、5、6月 它的营业额是不断增加的 营业额是不断卖车出去的 大家不要看它的毛利 它们的毛利率是8.4 其实如果毛利率是8.4 而它是制造商的话 它应该是负的 即它的纯利应该是负的 你看到毛利率高于Q1的负12 高于去年同期的负33.4 这些都不害羞 我可以说出来 它的汽车销售额 即是Total sales amount 在第二季 是34亿 在第二季 我不重复一般会计准则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回收费的频道 只不过就是说 它没有扣除一些不关销售的东西 而已 年增长146% 毛利率是9.7 高于第一季的负7.4 去年同期还写得快 负24.1 你想想毛利也负24.1 顺利就更糟糕 如果在不是一般会计准则的情况之下 即是扣除一些不应该计则的东西 它的营业额是跌的 它的营业额是跌的 跌64.4% 调整后的亏损就是11亿 调整后每股摊薄的亏损就是3.1 它现在说的是美金 它现在说的是人民币 但是它是在美国上市的 来到刚刚过了的Q3 刚刚过了的Q3 如果我们同时计算它的非一般会计准则 它也是虧的 但虧得很少 虧了 只是少了1.6% 正亏损就是以年计是10.3% 即25.21亿 如果这样对你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我用这个你就看到了 我用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我将它2019年Q4 2019年Q3 2020年Q1 2020年Q2 一路列出来 那就最清楚了 那你就不会走鸡 即是一路这样数过去 你看到它 从2019年到今年的Q2 收入是不断上升的 2.62亿 4亿 2020年Q1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因为有疫情 1.97 那你见到它刚刚上一季 它收入是大了很多 去到5亿多 那你见到它的纯利 我们由蚀3.64亿 这个是美金 到蚀4亿 那今年的第一季蚀2.47 那今年的第二季蚀少了 蚀1.7 蚀1.7 好了 这样很难比较 我们这样比较 就会最简单 就是每做1元生意 你见到 由去年的第三季 第四季 是蚀1.9 每做1元生意 就蚀1元 到今年的第一季 每做1元生意 就蚀1.5 这个不奇怪 因为有疫情 好了 但是去到Q2 它每做1元生意 就是蚀3.5 那就是说 它那个 Epicence 是高了 开始有盈利进来 你看到它的长寨 没什么移动 差不多 但是我 看到它的现金 是突然间 在今年Q2 是突然间 占了15.79亿 它应该有做过 一些融资的活动 其实 所以你看到 它突然间 股价升 并不是没有理由 突然间 在第二季升 为什么呢 你看到它慢慢 好像 慢慢慢慢地 好像有人买了 慢慢慢慢地 就有盈利进来 那股价就升了 很简单 是不是 我们要密切留意 如果它开始赚钱 你可以买一点 没问题 因为 最重要是整个时势的启动 因为我在财报里面 我看不到有没有国家补贴 可能有也不奇怪 如果有国家补贴 或者是费的 就是费的 但是 现在我们看到 它做入股 我不会买入 像美团那样 直至它转为正 即是它真的有钱 它可以赚到钱 我们才会慢慢地 慢慢地买入 这些不用心急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 当它赚钱的时候 它不会突然间 只赚一季两季 它一赚 即是你看到 Home Depot 或者是Loyce 它赚钱 它赚了十几年 所以我们买入Walmart 大家明白 为什么我们美股 要买入Walmart 主要原因就是 现在 科技股开始 开始的人会调一调 因为升得很急 疫情慢慢过 那又怎样 那就买回传统股 即是Walmart Costco Target Home Depot 那些是传统 因为你家里做东西 但Home Depot 有一个问题 Home Depot 和Loyce 中间因为疫情 很多人在家里自己做东西 然后买了很多东西 上一季增长了六七成 今季我买 是 怕疫情一退 增长不太快 所以 有很多东西要思考 好 今天和大家大概分享到这里 昨天差不多 Dow Jones 也没什么移动 NASDAB 又回到 就来 未创新高 差不多 未创新高 即是12000点 持有200多点 就创新高 NASDAB 大家看看 我们的美银 35万美金投资仓 其实差不多 Google Google 我们差不多 还有一个月 持有两年 升了56% 苹果 我们还有两个月 持有两年 持有两个月 持有两年 持有51% 很多争论的Visa 持有两年 持有两个月 持有18% PayPal 持有两年 持有11个月 持有90% 持有89% Dolby 持有10个月 持有34% 持有34% 美银组合 今年 有2% 升幅 是去年 今年 纯粹2020年 升了42% 今年 升了42% 同期 NASDAB 升了52% NASDAB 是升了52% 其实 差不多 因为我们不是全部股市 都是NASDAB 即我们不是全部股份 都是NASDAB 有一部分是Dow Jones 好像Apple 应该是Dow Jones 但Dow Jones 就升了比较少 升了15% 鑽石狗组合 是166% 升了166% 大家看到 在2020年 鑽石狗组合 是升了33% 我们正在转仓 所以 会有这样的震荡 但其实你看到 都可以 因为 阿里巴巴 就是这两天的事 其实其他的 都不是说 即使你说 有些是跌的 譬如说 越海投资 或者是领展 或者是地铁 但是你看一看 旁边的股息 也很金 旁边的股息 也很厉害 旁边的股息 也收了很多息 我们的 越海投资 也收了17000元息 即每股1元 领展也收了9000多元息 即每股收了4元息 港铁也收了3000多元息 即每股收了1.5元息 很多都可以 所以继续留意我们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钻石狗组合 我们的网址 youtube投资筆记 11月份 大家有兴趣 美股可以订阅 投资日志 我想这两天我会出了李宁 接着有一个投资心得 接着就会说 合景又活 微创医疗 疑卡 也有另一个投资心得 接着就是万角数据 大家有兴趣 港股或者中概股可以订阅 或者现在很多人 可能会想听传统股 因为看到传统股升 如果有就放入 放入那些 我就安排 好 我们两类型的节目 免费的就有 香港财经压 美股财经压 我们由17年尾开始做 1819就快来三年了 亦都有我们的投资日志 网志 免费转载之前的投资日志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下面的链看 收费项目就两个 投资日志 港股文字版 和YouTube投资筆记 美股YouTube版 那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盈光幕就可以了 关于这个收费 银行账户 转数块 和PayPal 大家有任何问题 你在YouTube留言都可以 你也可以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明天的地产小专家 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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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